多好 他們不錯 小白 你看美國還有什麼新聞 我們值得注意的? 美國這邊 選舉也好 白宮也好 美國這邊就是物價飛漲 大家都很注意 這個是幾大問題來的 就是全世界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現在大家怎麼說呢? 上層 下層之間 討論的東西是很不一樣的 我現在發覺 對於下層人民來說 物價大事 就不用說了 每個一家有 家園有之後去 整個星期一半收入 覺得很可憐 但是上層當然是討論美國未來的 未來的美國在世界是什麼地位 現在總大 我覺得我們應該說一旗 所謂的世界新秩序 現在人人都在說世界新秩序 對於全世界相對來說小的地方 香港 香港人在甲縫中 現在在世界新秩序中是怎樣的情況 大家對這個世界新秩序是怎樣的看的? 因為這個牽涉到 現在你說的這個新秩序就有很多大的問題 因為我每天都在討論的 第一個 美元地位有沒有受動搖? 如果美元地位受動搖之後 世界會怎樣? 世界會不會在多極化產生? 這個多極化新的圖像會是怎樣? 對各地有怎樣的影響? 最近還有聯合國 聯合國 因為特朗普那時候都說沒有什麼用的 現在到底有用還是沒有用? 因為這次國際組織顯示了他們無能 所有的無能 所以在這個時候 二次大戰之後 建立了70多年的這個世界秩序 會向哪個方面變化? 那天跟別人說一些看書 我打算在做一些書單 後來我太多的書單又不好 我一本一本推薦 第一本我就推薦這個 當時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 Din Atchison 艾奇遜 我覺得很多事情要看回最早 艾奇遜的回憶錄 叫做Present at the creation 就是創世 正經說創世的時候我就看著了 他的意思是 我看著這個冷戰後的新秩序 怎樣點一些劍起身 所以他親身回憶錄 很多事情就跟後來的人寫 說一下重點這裏不說那裏不一樣 他真是回憶錄記下來 就是很值得看的 大家可以推薦這本書先吧 當日古巴危機 他就在聯合國 針對蘇聯的那個大使 不是啊 那個是Adley 不是 那個是Adley 那個是那個 不是Adley Stev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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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時他很懂得說的 是知識分子來的 但是競選不過人家就很輸生氣 所以當時 Kennedy就叫他去聯合國 所以他跟蘇聯大使很兇 就說你有沒有這回事 蘇聯大使說我們現在不在美國法庭 他說不用說現在 你在公眾議論法庭 有沒有這回事 但是那個Adley Stevenson 當時已經退休了 喊結束了 就被Kennedy請回去 在古巴導彈銀機那個小組裡 請回去做顧問 是的 所以後來慶祝 我記得他也在這裡 就是贏了之後 跟國會兩個國會一起慶祝這件事 就是翌日 是的 是的 他就在這裡了 我記得我跟Stevenson 當時他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當他們最後接到 麥克勒馬拉國防部長 麥克勒馬拉 他就接到了蘇聯的船 轉彎轉彎了 當時艾奇信說了一句話 大家全部都 現在都叫 眼球到眼球 the other side blinks 就是眼睛 大家大眼對著眼睛 那邊撐不住了 他輸了 就是這樣 眼球到眼球 我記得這麼多東西 我肯定有問題 很有意思 那件事是很精彩的 很有意思 所以是這樣的 現在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看回冷戰之後 世界秩序怎樣建立的時候 而且是美國 有新一代的對話問題專家 新一代的對話問題專家 我談了一些 他們其實對中國那些 對這段歷史不是這麼了解的 是 是 是 小夏 我這裡就要問問你這件事了 你現在上場 那時候說出來的蘇聯的威脅 和它的實力和經濟 根本就是沒有那幫人 沒有那幫華盛頓那幫官僚看得這麼大 就是那時候的蘇聯金 就是它計算出來 差不多只有一個加收 就是了 加收 我昨天做過節目 我就說 到底中國 就是中國它用了那個匯率 是人為的匯率來的 6.5% 例如6.5% 如果那個匯率真的是自由浮動 市場價錢的話 那個匯率可能是一對二手 一塊美金對二十元人民幣 那整個經濟那個所謂的比重 就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厲害 就是我們各個也是拿中共當作 中共又說到自己 又說東升西降 又說自己多少時間追到 就是我有個好看法 就是有一點它自己吹 它自己吹之外 美國又有很多人相信 到底它的GDP根本就是要打大打折扣 個人的財產 個人的收入 最重要是個人收入 要大打折扣 我相信是這樣的 但是有一個大問題 特別是中國的屋子 每個人都100萬富翁 但是我有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不要忘記冷戰的教訓 就是共產主義的教訓 就是他們可以很窮 可以窮到可以把人民餓死 但是它可以做原子彈 所以在這個中間 就是中美兩國這樣的比較 在說短線、長線、中線 長線當然是大家會 經過一輪之後看看 這些是民主國家、富裕國家 還是怎樣怎樣可以看到 但是要幾十年時間 就是從中線來說 他們這種專制國家 是有它經濟上的長處的 特別是跟外面對抗的時候 那專制國家要依靠什麼呢 這個就很重要 就是很重要 專制國家用毛澤東說 依靠自力更生 就是它將它的經濟 做成一個封閉式的內循環系統 這樣它可以自己生自己死 但是這幾十年 對中共其實那個 就是叫做和平演變 又說長腳就好 中國這個經濟開放 使得中國實行全面專制困難了很多 習近平上來為什麼會這樣搞壞些經濟 大家是傻的這樣搞 它是搞壞 它的理想是回復那種內循環系統 中國現在經濟成百分之三四十 中國的糧食依靠外國 自己生產不夠 中國的出口品 是依靠外國市場 大家也都知道的 現在中國能源不夠 各種各有問題 所以要中國關門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現在就是擔心 如果它真的生起來 特別是毛澤東當時有的理想 毛澤東的理想就是 做我那個時候老大哥 但是我們以後要做老大哥 這樣它這次看到一個機會 看到這個機會實現毛澤東這個理想 它可以將自己做成一個內循環 內循環經濟 這個很危險的 這個很危險的 你說江澤民那幫人 多腐敗都好 但是它不是一個內循 它不是主張內循 它是全世界交接 加起來沒有那麼危險 封閉是很危險的 我自己是在封閉的中國長大的 每次看到有封閉的那個痕跡 我真的一定要反抗 就是這樣了 它不怕死人 它不怕死你這些人才是壞的 它是沒有事的 它不怕死自己人 是不怕死自己人 對人民很殘暴的那種 你看著死 你知道毛澤東說過一句話 美國主義打來怎樣 我們死三億人 打出一個紅通通的新世界 中國當時人口7億6千5百萬 即是它在死40%的人口 要打出一個紅通通的新世界 這種是專制政權 本質上就是這樣的了 所以我現在就 真的有時候會很擔心 小夏就是說 你是和平愛好者 這個我非常之尊重 不是 我是專制 我是專制反對者 每個人都是和平 愛好和平 這個是對的 但是到了這個地步 它已經有了核武器 有些人經常都問 如果當天日本有核武器 或者希特勒有核武器 這場戰爭就沒有 有段時間都沒有玩完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它就不怕它的人死 美國人是怕自己的人死 美國這個 它真的不怕 你炸了它它就死了 它北京死了一千萬 它在不在乎 它不會這麼在乎 小夏 我舉個例子給你 因為每個人都不想 一看到核武器就回避了 一說到核武器、核戰爭 我覺得是回避的 就是覺得是不可想象的 這個後果是不可想象的 我呢 其他事情不行 我想象力比較豐富一點 老老實說 小夏 你以前都看過西方牛仔片 西方牛仔片 西方牛仔片 就是那些Cowboy的片 整天都要拔槍 要槍戰 看看誰拔得快 誰拔得快 美國是有它的好處 第一 一個是大西洋 一個是太平洋 就是你那些東西 要射到它那裡 是有時間的 我講的東西很難聽 就是大家都不想想的 這件事情 第一 第二 以美國的技術 快慢的問題 比如你是超五倍音速 它科技可以做到十倍音速 這件事情就不行的 就是等於你的槍拔了 我拿了子彈射中你 你就射中我 那些子彈可能是合的 有合的 就是沒有合的 就是你聽到已經很不舒服 我看到你的樣子 就知道很不舒服 但是實際不可以不想的 這些是現實問題來的 不可以不想的 大家當然想 就是美國現在 你知道當時 見了多少那些Nuclear bunker 現在很多還在開放做的 就是我就說 我 我看到幾年 就是一輩子人 看到這些事情 是真的使我什麼事情 都要重新想想的 第一個 就是專制政府 對人民的殘暴 是外邊的人 完全想像不到的 是 那種殘暴 真是我們從小經歷過的 就是我們當時 中國人聽見毛澤東說 死三億人算什麼的時候 中國人會吃驚的 全世界有誰不吃驚的 這種是 就是你就算打過去 你美國可以打 無論怎樣打 就是 我們現在不講戰術那些事情 但是他不怕 當時衛國戰爭的時候 你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蘇聯 百分之八十的德國人 是蘇聯 德國死了一千萬人 百分之八十是死在蘇聯戰場上的 蘇聯自己死的那些人 兩千萬人 嗯 當時他們 聽說他們 講專制政權 史特林那些 不怕死人 怎麼不怕的 當時送上戰場的新兵 很大部分沒有武器的 你們等吧 撿武器 你不斷衝 死了算 撿武器 你再繼續打 就是 是這樣的比例去死人的 共產黨在當時 就是內戰的時候 和國民黨內戰的時候 也是這樣 共產黨在朝鮮戰爭 那一場 我們就看到了 我們手的資料 共產黨是這樣的 就是斯特林做上的 一邊是衝鋒隊 衝鋒一邊是 後邊是督戰隊的 衝上去又死 衝下來又死 嗯 沒辦法 你只能衝上去 衝下來作為叛徒死 衝上去作為列治死 你怎麼死啊 嗯 所以那種殘酷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時間 看一下我們做那一套 解密時刻裏做那一套 就是朝鮮戰夫那一套片 就是你最初真的是 辭自血淚的 作為人對人的生命那種 那種熱視 嗯 那麼這幾年呢 我還見得多 我就是 真是被媒體騙得多 嗯 媒體樣樣都騙你 這幾年我們看到大選騙你 疫情騙你 打針防疫 騙你 什麼 什麼東西騙你 所以我就是不跟媒體走 那現在你覺得 你覺得特朗普的選情有沒有什麼 最近有沒有什麼消息 特朗普呢 就是前幾天在這個 Michigan群眾界 又是四、五萬人去的 真是很厲害 你見過嗎 這個人 是啊 他開大會 他就說了 他說 我第一次選到 我們 他跟觀眾 他的群眾說 我們選第一次贏了 選第二次也是贏了 我們現在可能要選第三次 哇 哪些人歡呼到什麼 所以 目前來講 共和黨到我見不到有對手的 有一批人 特別是華盛頓這批人 我們不選他的了 華盛頓的人本來都是禁止他選的 但是到時候他贏了 你選不選他 嗯 所以我估計他共和黨裡 目前看不到對手 因為共和黨的人都要考慮 就說特朗普就是這樣 他可能踢傘 使得很多人不喜歡 但是 但是 不喜歡他那些 特別是上層 知識分子界那些 那些共和黨的人 你不喜歡他你都要投他 因為他們從來都要投票 難道他們投民主黨 但是 特朗普那些支持者 很多是民主黨的工會會員那些人 他們如果不是特朗普出來 他就只有一句說 我們不投了 所以共和黨的人都要考慮這個中間 但是 現在特朗普在做什麼呢 就是去各個地方演講 就支持那些 特朗普支持那些地方候選人 是 現在地方候選人是初選 初選完了才可以 才可以 所以就等他們初選 你剛才開始的時候說 因為這個大法官 有幾個共和黨的參議員 辭職是不是 不是辭職 是判黨 就是投了同意 判黨 判黨還是留在那個黨裡 就是大陸部地位的 不是 就是半黨的意思就是 美國投了對方的票 是 一個就是 猶他的米特朗普尼 選了總統 在2021年 一個是那個 Main的 Susan Collins Susan Collins 第三個就是 阿拉斯卡的 這個 Alisa McCrowski 現在有意思 阿拉斯卡這個 這個 這次呢 佩林州長 就是 McCain的那個副董 Sara Palin 她出來跟她對爭 哦 她又選了 這次 她選參議員 哦 她頂共和黨那個 她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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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知道 現在可以看一下 再看一看 她先要爭初選 應該她贏了 Sara Palin 是 Sara Palin 哦 這麼特別 這個很 是的 很多人看她不起來的 實際這個人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人 很棒的 很堅強的 每個人呢 當她是 當她是 阿拉斯卡的 那些女人 就是有粗善潮 實際我看她很棒的 這個人 站得很硬的 我說呢 就是我見過她幾次 我就答應跟她去 如果她上台去做 中國方面的顧問 這樣 當時我和她組織過一次群眾大會 如果看電視 你看到 Sara Palin 她老公剛剛站在我前面 所以她被民主黨的朋友 罵到我飛起 有個民主黨的朋友 打電話來說 How dare you stand beside that woman What woman 真是不對 對她那種批評 真是不對 階級歧視 認真歧視 人家是做事的人 人家真的是男嶺 做事的人 她老公是石油工人 是 她們經常都只看得 什麼讀什麼書 什麼長春棠 其他那些她就看不起 所以這個真的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連McCain McCain也看不起她 McCain那些人 那些人看不起她 她總共總統都看不起她 都不說 我很喜歡她 我寫了很多文章去支持她 我現在的文章可以找出來 我為什麼覺得她 我說美國當時需要常識感 她是個很有常識感的人 而且她人很友善 如果當時我想 希拉莉 我也是懂得這樣說 打過交道 你如果她是 我當時想 佩林和希拉莉 一人是我的鄰居 我家出了事 我找誰 我肯定不找希拉莉 肯定不找佩林 她肯定跟你幫忙 是這樣的人 靠得住 真的靠得住 是朋友來的 是大家的朋友來的 這次很精彩的 這次中期選又精彩 如果2024更精彩 這次真的是歷史性的 是的 有一打 非常值得看 我們看看下個星期 比如下個星期三 可不可以請那個 或者一和三 我問他們 你決定 我沒問題 我當然是百分之一百倍 下個星期三是多少號 我12號才回來了 12號才回來了 你不用回來 我們一樣在上網講 我11號 我怕我在飛機上有事 11號上飛機 12號才回來了 這樣啊 我先看看人力 避一避 我不用一定訓練的 小夏 我不用一定訓練的 我不是可以 你原來搞得定 13號是星期三 沒問題 是的 我約他們星期三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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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好 很難得 到時 到時是不是你帶著那個翻譯回來 我帶著那個翻譯 是的 真的 還有他的外孫 他的外孫 外孫 明白明白 明白 是 他們可以一個逐個上來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你決定你決定你決定 是的 這個很重要的很重要 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朋友 絕對是我們香港人的朋友 說幾句關於香港的事 或者關於大陸的事 是的 看法 這個 這個是元老來的 各位香港觀眾 這個是共和黨 對亞洲政策的元老來的 可不可以說 是啊 是啊 而且人很好的 說回來 他是警察 他家裡是警察 不下層出身 原來他不是 他是律師 但是他家裡是菲拉德爾菲爾的警察 後來他40歲開始競選 他把自己所有退休金全部賣掉 扔在那裡 那就選了三屆才能選到的 他的老婆很支持他 他們結婚結婚了好像60年 五十多年了 我那天見到他老婆 我也算很熟悉 那麽多年了 他十六個孫 五個子女十六個孫 Wolf就是什麽德國人 Wolf是不是德國人 應該是德國人 應該是德國人 是應該是Wolf 是 應該是 不知道 沒有問過他哪裏人 但是他有個故事很有意思的 我到時候 現在講一下也不怕 到時候他上來再講 他小時候 Stutter Stutter 就是 廣東話怎麼叫 痴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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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吃 口吃 普通話叫口吃 我不知道廣東話 後來他做律師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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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好了 有一天 他突然打電話給我 他說 我剛剛去看完那個 King's Speech 英國國王 他現在淚流滿面了 一定要去看我 因為我從小沒有這個問題 知道那些人有些問題是挺痛苦的 很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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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聲就 接著 越急就越說不清楚 越急就越說 所以 我們講講我們這個節目 如果這樣 我們應該每個星期 找一至兩個人來訪問 我們盡量的階段 就是 你看我們定兩天 就是長期都是找人來訪問 這個很好 Elmer是這樣的 就是你訪問的人 你每天都可以有人訪問的 是啊 但是你那個人可能上來半個小時 你不用他一個小時 就是這樣嘛 叫他幾點幾點上來 那些選委可以輪著幾輪說的 沒問題的 明白明白 好 要排一排 我們回來馬上開個會 13號我們問一下 好啊 以後怎麼樣 這個想清楚 因為變成節目豐富很多 我們兩個人講一下 以後呢 有外來的人講呢 就差很遠了 而且 這個精彩很多 是這個 我要先道一句歉 我是職業記者來的 所以問問題呢 有時候就 因為你特別記者會問問題 你只有十秒鐘嘛 你一聲很直接的 有時候得罪人很多 那天我跟觀眾說 他說 我說 朱先生呢 就是大陸作風 說話呢 就沒有時間限制的 你是長官 你有權 你可以說的 任你說的 但是美國不是的 美國 你每個都說話 全部是時間限制 這個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們不太明白 他們不是很明白 那個時間管理 在美國 你們在國會裡都嚇死你了 你看到 一分鐘 他在國會裡面 不是說動不動 就是說 我給你一個時間 我多了少許時間 我過樣的時間給你說 這個在美國 是很 對時間的那個 觀念不得了 I yield my time to my calling I yield my time to my calling 根本還沒有學會到 怎麼跟人溝通 那個communication 是有規則的 他們還沒有懂 你看看 美國 Dell Carnegie 真是教你說話的 議會就是這樣 我專門受過訓練的 就是我競選 我專門受過訓練的 經常都是上去講話 給你一分鐘三十秒 什麼都有 掌電視 十五秒你說完 是嗎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自媒體 可以囉嗦一點 如果是真是專業電視 的話 緊張緊張 對你飛來 我可以說 這個是兩個傳統來的 中國呢 長官進去講的 其他人是只有天使的 就是沒有 完全沒有那種辯論 或者大家講話 那種這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的傳統上 是很大的問題的 但是在國會裡面 因為我們沒有國會傳統 所以不需要大家互相尊重 到時候權大那個人就講完 其他人就聽 所以到時候 香港議會 就是選香港會議會 是會很好這個民主訓練 和這個程序 如果大家比如說辯論 你五個候選人在這裡 一人一分鐘 你回答三十秒 按住 到時候一說不正 那些候選人怎麼計 都教我們計 一人三十秒 你講三十秒的時候 最後一句話 開始講 嗯 可以賺多點時間 大家都是這樣的了 那它不會說 你最後講了兩個字 按了你 那句話給你按了 按一聲按都就是了 所以 所以大家都有個訓練 這些事情 三十秒是什麼概念 五十秒是什麼概念 那些 我們 我都幾 我都幾期望 香港議會 因為香港人講話 香港人懂得這套規矩 他懂得這套規矩 他懂得這套規矩 他遵守規則 他遵守規則 那你大陸那個議會 就是舉手的 舉手拍手 根本就沒有 不用規則的 所以這件事情 這個中國的問題 真是大的 真是 要改變中國 真是這麼容易 香港人 香港人同一個問題 香港人同一個問題 做個榜樣出來 是的 真的要的 真的要的 香港人真的 都算很守規矩的 那拿不拿到 有那個叫做 我們都有 Philip Buster 我們都有這套東西的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 中文 忘記了 無限制演講 中文 不是不是不是 香港有個字的 有個字 叫做拉布 叫做拉布 香港有個叫做拉布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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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有個特別的字 所以我們都懂了這套規矩 都懂的 將來還要搞 好啊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都挺有信心 現在挺有進展 老實說 所謂不支持我們那些人 只會越來越少 因為我一直這樣說 去說服人 只會越來越多支持我們 就不支持他們 我會不斷講服的人 越來越多 那變成了 有些passive的 也不支持溫灘水那些 只會越來越少 這個就是事實 發生在事實 我又不會討好任何人 我不斷這樣來推廣這件事 對選民 有票的人推廣這件事 讓他們將來去選 就是進展都不錯 進展都不錯 就是沒有什麼大的社團來支持我們 但是呢 所謂的直接 那個選民 那個草根人 那個人都支持的 好啊 好 就是這樣 各位再見再見 拜拜 待會兒又要去支持人 拜拜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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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